好了,你現在聽的是輕輕鬆鬆七宗罪 希望大家可以幫一下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看片側部正向暴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幫一下訂閱 還有直播節目和戰錄都是支持一下 幫忙傳播出去,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了,現在講一下黃絲瓦 他是榮元茶行的太子女 他在2022年1月疫情剛剛開始爆發 他出席人大代表洪維文的生日派對之後 是人大代表 Beth CKM 說這條黃小姐擺明軟對抗 今天離開法庭多臭串 他媽媽身體好 Jeff Yeung 說四五十歲是少女 我不是小朋友要再申請小一派位 待會再講 他是確診了新官 他當時是虛報行蹤 當時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其實是張竹君掌握的 還有其他衛生署人員 問他去那邊都亂說 接著是張竹君自己 親自再三出文 才透露去過不同的地方 其實 他是說謊 當然 他就說自己在家裡 出門口去洪維文的生日派對 其實當時當然不是 當時是張竹君 基本上是詐欺人 是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的主任醫生 張竹君 他再三追問 他才透露 他去過不同的地方 他四項罪名都是成立的 不過這宗案 其實在較早前 在九龍城法院 判了他社會服務令 一百六十個小時 那麼 這個黃絲瓦離開法庭 有記者當然是追問他 這個四十歲少女 會不會上訴啊 接著他沒有回答 就說我沒有話說 沒有四十歲 說錯了 他三十八歲 不是四十歲 三十八歲 那麼裁判官怎麼說呢? 裁判官就說 他 罪行性質嚴重 判刑一定要有阻嚇性 否則 就會削弱政府防疫工作的效力 也會危害社會大眾抗疫的努力 考慮到被告案發之後 三天已經向衛生署人員交代行蹤實情 虛報也只有一個地點 就是私鬥 加上 這個防疫條例 現在已經失效了 就求其判他一百六十個小時 社會服務令 那麼 周蕭就看到一個分別 就是他服務令 國泰員工就坐牢 哈哈哈哈 你看到究竟發生什麼事 這些人也是會問什麼問題 這些人是 有沒有搞錯 雖然是 沒錯 你現在才 單官先 現在才 是 過法庭 但是 現在大家都有一個問號 是吧 喏 媽媽說 你說他48歲 我也相信 那麼 Camp St. Lo好像去西環 好像不是 中間去了一個私鬥開派對 他沒有說出來的 之前是 哈哈哈哈 那麼 炸油丸就說 這個是大話中女少女 那麼 那Camp St. Lo是不是港姐 當然不是 這一隻 對不起 我不想說 哈哈哈哈 那麼 Harry Boo 好像是比例時出的 拉K88 好像是 德國 我不是很肯定的 因為我聽過的故事 就是 Harry Boo 好像是德國的 他特地發明 那個糖 為什麼說會健康一點呢 就是因為 他的發明者 就是不想小孩子 吃糖的時候 會黏牙 以及可以鍛鍊牙的力度 現在買得很便宜 他是 這十年才爆上去的 這個是這十年才爆上去 之前沒有賣得那麼行的 是這十幾年而已 哈哈哈哈 現在 現在 變成一般超市 全世界一般超市都會賣 現在是 正恩分類就說 判得太輕了 這樣 哈哈 我不知道 這個是 那 那麼 那麼 那 有些傻友就說 J Chow說 他在酒店這麼肥 別人的酒店照給他上去 那麼 這麼說肥就沒所謂的 雖然那些人會笑的 因為我講一些賤格的事情給大家聽 就是 這個我在節目上應該講過一次了 那麼 那時候我剛剛在大學畢業出來做事 那麼 回到那間 就是 政府部門 那些人其實 星期五六就會約了 其實通常是星期四 星期五就會約了他們喝酒 他們會 那我以前是有跟他們去的 哈哈哈哈 那發生了什麼事呢 這個可以講一下 那有個經理就 就是 跟一條女人搭散 這些可能要加了指引 也要先講一下 加了指引 就是有個經理級的人 他就 跟一個女人搭散 他跟一個女人搭散 然後帶他回家 這些其實是很小事 就是 你沒有結婚的人做這些 其實這些 是無可厚非的 我認為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 被同事看到 那些同事就看到 那個大姐 是很大份的 就是他帶回家的大姐 但是 其實沒問題的 為什麼說沒問題呢 因為那個經理也是很大份的 哈哈哈哈 但是 結果那個經理之後 被我們那幫混蛋笑他 說他是 騎鯨魚 哈哈哈哈 為什麼會叫騎鯨魚 這是什麼 因為有一部電影叫做 Wale Rider 就是他剛出來做事 沒多久 那部電影叫做 鯨騎士 中文叫做鯨騎士 哈哈哈哈 Wale Rider 哈哈哈哈 哈哈 那部電影就是 這是 這部電影和德國拍的劇情片來的 那麼 這個Wale Rider 就是講無理人的 因為那個 那個小說本身 就是無理人寫的 就是Witty 而 My Error 他寫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所以你說別人去派對 你說那些Club給他進去 當然是給 哈哈 人大份無所謂的 我認為是 哈哈 我認為是無所謂的 那 那麼 TK Wong就說 這些 就是人上人渣 人上人渣 大家判社會服務令 會扶多少刑啊 大把XC給他意見 他走數 大家放牆商間看 那麼 社會服務令 應該我理解就是 如果判了社會服務令的話 那麼 只要他做的事情 是 那個懲教官是接受的 就可以了 其實社會服務令很簡單的 可能是掃一下街 那些而已 就是不用當一個關愛隊的 派出來掃街 但是掃一下街那些 哈哈 那 Sam春是不是特權分子 老友 我告訴大家 你這樣 判的話 其實會不會 有人有問號 其實我告訴你 一定有人有問號 你去洪維民演唱會 不是 洪維民不是演唱會 是生日會 那裡 是不是城市經濟一部分 現在是城市經濟 那時候 疫情 城市經濟 所以 可以社會服務令 哈哈 這樣說 一定有人質疑的 但是我覺得 其實裁判官給出來的理由 都是合理的 他說 現在事情已經過了 是不是 那 為什麼要這麼快處理 國泰 國泰那時候 疫情還沒完 國泰員工 還有 他真的違反抗疫 他那個是比較嚴重的 如果 遭消的比較 我認為他 國泰那裡他真的比較嚴重 他真的 之後 東方做了很多天頭版 說國泰播毒 其實是 其實是 那 那 阿嬤就說 我巴士李剛 是不是呢 T&CKHK就是這樣說 我巴士李剛 香港版 我的看法就是 這些都沒有辦法的 現在 事情已經結束了 說真的 疫情 在很多人的角度來說 已經結束了 很多人都不會防疫 現在很多人都不會防疫 那 那 那 他 其實 他 這個阿嬤 他是 有很多 特別的厲害的職位 他是一間創意藝術教育中心的副校長 現在很有趣的就是 他做Marketing 市場銷售推廣 做創意藝術教育 疫情期間又捐物資 還是年輕勤奮的企業家 就是辯方這樣說 熱心支持青年發展藝術事業 疫情期間多次捐物資 案發時感染新冠 又因為 這宗案件被傳媒廣泛報導 受到網民攻擊 情緒受困 好像他是受害者一樣 哈哈 哈哈哈哈 來到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傢伙真是厲害 哈哈 那 草本綠色力量就說 是不是中年少女去掃街都沒有人知道呢 我不知道 哈哈 哈哈 那 那 SL就說 郭太空笑這件事 搞到柔一誠全部要去檢測 我是其中受害者之一 那 其實洪惠文那件事也嚴重了 本身 其實結果爆了幾多人 沒有用安心出行 這些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 都是不幫政府去做抗疫的 其實是 其實這件事 說真的 有很多事情本身都有問題 你搞洪門熱 然後還有些人出來說 你怎麼這麼守法 你記不記得有個醫生出來說 你怎麼這麼守法 這樣也夠膽說 其實有些事情 說真的 這樣說出來 其實整件事都很老套 如果你看回頭 其實之前有節目 大家可以聽一下 2022年的節目就會有說這件事 其實 這個阿姐當然是本身有問題 那 是不是犯法就是犯法 現在有些人說 犯法就是犯法 地政總署那些人說 犯法就是犯法 其實人們已經太多事情 有笨號了 為什麼 犯法就是犯法 就是那些打工仔 打工仔 打工仔 全部都是要抓要鎖 給人的感覺 對 我要說 其實這些是大家的感覺問題 其實 我都說回事實 香港一向都有 就是 企業家坐牢 是不是通常沒有事 不是坐牢 通常沒有事 通常是犯事 都不用坐牢 應該這麼說 先說清楚 為什麼做生意的人 凡事好像不用坐牢 有錢的人好像凡事不用坐牢 其實是有原因的 就是 有錢的人 你才找到好的律師 現實就是 在香港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有時候 我也認為沒有辦法 但是你不要弄得太過分 就是 好像 這一屆政府 其實將有些問題凸顯出來 因為有些其實根本就是 你執法的過程裡面 究竟是針對什麼人 其實大家是有眼看得到的 有一個蜂友在長山環道拍了幾架漂亮的車 拍了在單黃線 又沒有抄牌又沒有什麼 就這樣阻礙著這條路 不是 那些車也能過得到 當然 但是 司機走了不知去哪裡 其中一架就是靈智 就是 我們蜂友拍了照 接著另外一架就是特斯拉來的 如果沒有記錯 那為什麼 那些穩食車司機 那些穩食車司機 那些穩食車司機拍了在這裡 就不是 那你當然可以這樣說 就說 看不見嘛 那麼巧的警察 看不見嘛 那些穩得那麼巧而已 但是 你給別人的感覺是不好的 尤其是當你對 的士司機 小巴司機 是非常嚴格的時候 或者對送貨的人 是非常嚴格的時候 那你對其他人 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這樣呢 好像有人說 有時候也要去送貨的 之前有一個人 就是微信我 他說 你只要跟執法人員說了 他們會體諒 我見過多少的士司機 沒有人體諒他們 見過多少的士司機 沒有人體諒他們 見過多少的士司機 沒有人體諒他們 見到多少送貨的人 沒有體諒他們 那你開什麼車去送貨呢 我就想問問那個阿姐 你是不是拿一個零字去送貨 或者拿一個賓士寶馬去送貨 其實有些事情說真的 你可以做選擇性執法 不是不行 你可以做 但是你被別人的觀感 整件事太惡劣了 這些事情說真的 被別人看到也覺得不好 我的看法就是 是不是 那麼 阿嬤就說 郭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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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錯 那麼 其實 就是這樣說 新地風暴那件事 其實 那件事實在太離譜 不錯也不行的 那件事實在 那麼 周蕭就說 三月天氣潮濕 老人家去廁所就要小心 前年有個朋友 一個人住 這種天氣 跌了就走了 其實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 跌了就 其實老人家是不能跌的 但是這個情況就是 還是要小心 為什麼呢 你是不知道 本身身體有問題 而跌倒 還是 跌倒之後身體有問題 這個從來都是很難 很難界定的 那 那 Camp St. Lo就說 我說 停風和柏枝紅棉 撞車單 這些 免得說 以前 其實有些事情我覺得算了 不過 現在 因為 經常在說一件事 香港現在是 中央有全面管治權 你給人的感覺 一定要公道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你如果給人的感覺 是不公道的 就會有很多問題 這個 阿姐 其實她 本身就是 真的有 新官的 她是中了新官的 當然 她是Omicron 那時候是Omicron 剛剛開始 那 其實 判了她社會服務令 我也覺得OK 其實 有時候我也覺得 會收貨 當然有些人的感覺 不是這樣 不過 她其實 使得社會 付出了很多代價 這個阿姐 是 那她 是 輕症 認知能力 其實沒有受影響的 那 當然 辯方還找了一個專家 出來做什麼呢? 就是說她有 老母 以及有認知障礙 有中度和嚴重程度的新官肺炎 很大可能會有老母 以及認知障礙 哈哈 我還是告訴你 看一些細節你就知道很厲害了 但是 在社會上有人面的人 通常遇到這些事情 都是好處很多的 但是我也覺得 沒什麼所謂 其實社會 是這樣的 但是你不可能 喏 當你放生 這些人的時候 我也應該不要說放生 應該先更正我自己的用詞 一定要更正 給人的感覺是放生 但是 他也要做社會服務令 算了 我的看法就是算了 荷里沃就說已經好過沒有罪 其實是的 其實是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他本身有一些家底的人 找專家證人 不難 明白嗎 還有他們 有辦法找一些好的律師 你看到很明顯的差別 其實 沒有錢的人 有時候在香港也是吃虧 這是真的 但是 有一件事情我也說 你沒有理由 政府帶頭去 做那些中下層的人 政府帶頭去做中下層的人 根本 就像陳靜心所說的 這些是 雕中央的假 這些是 這些是太離譜了 那麼 Rinman Lee說 有頭有面 什麼專家都找到 是的 其實有頭有面的人 這些是有好處的 Line King八十八就是 無奈窮人沒有聲 有錢有勢 聲音可以高叫 其實 香港其實 我也說過實情 在新屆政府上了一場之後 中下層真的被針對 還有 有些上屆政府答應了的事情 這屆政府是不管的 舉個例子就是大坑西村那裡 為什麼又拿大坑西村來講 又說 你要煽動一些人對特區政府的不滿 我不是的 特區政府是答應了 會妥善安置老人家的 現在那些老人家多可憐 只是收了一塊錢 其實他們找地方租也有困難 那你們究竟做過什麼呢 其實 我遲些應該會找大坑西村那些人 但是 他們之前說會搞一個人的遊行 就是在這個 夏寶龍訪講的時候 結果他也做不到 有些人制止了他 究竟你要制止他的人 究竟你要掩蓋什麼事實呢 我在這裡再問一次 究竟你 是不是要搞到香港是系統性不公平的 現在給人的感覺就是 沒有錢就大領落 在香港 有錢就什麼都擲擲擲 可以過關 還有 還有 可以平價買地 其實那些人是 有很多問號 為什麼可以搞到這樣呢 為什麼那些資產可以這麼便宜賣出來呢 就是特區政府那些地 賣了一次就沒有了 為什麼這麼便宜都可以賣出來呢 其實有很多事情 說真的 中央應不應該 找人在香港設查 我認為是要的 因為過去一年零八個月 實在有太多不合理的事情 跑了出來 給別人的觀感是很差的 而且 實際提出問題的那些 不是他們 現在那些政棍說的那些黃絲 提出問題 其實提出問題的人 很多我們自己知道的 都是 算是淺藍的人 一直都是支持政府做事的 但是大家都很有問題 覺得 為什麼現在會這樣呢 結果是 是沒有得搏 之前一定淺藍的人 跟淺黃 或者深黃的人 一定會有接觸的 跟深藍的人 也可能會有接觸 如果你用政治光譜去分辨的話 好了 有什麼理由呢 就是 現在 那些黃有預言的事情 在香港 真的發生了出來 那這些淺藍的人 到現在都要跟那些 黃有接觸的 你怎麼接觸他們 你是不能接觸他們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的 他們預言的事情 都會出來了 就是他們的預言是什麼 就是 《蘋果日報》這些 倒閉了 香港的窮人就嚴重了 其實很多人那時候 已經有這些理論 就是媒體 沒有了獨立的監督 香港就大劑了 其實我最初都認為 蘋果是有它存在的價值的 但是我就想不到 香港的媒體是會墮落得這麼快 他們全部結果是為那些 有權有勢的人發聲的 香港的議員也是 但是 在立法會那裡 九十個議員 為勞工發聲的人有多少 是不到十分之一 只有勞聯那幾個議員 反對外勞輸入 好像工聯會也有幾個 結果 沒有約束力的 輸入外勞議案 慢慢通過 然後還要搞到 香港中下層的人的人工 是不見敢一絕絕的 這些就是真的發生在香港的事 為何要搞到這樣 好了 全部地方 強證勵自家 強執法 喂 突出10cm的要罰 我也說過 送貨放在路中心的不用罰 接著一枝掃把可以是左階 整車的水果 整版的水果 放在路中心 又不阻街的 只是針對那些 沒有社團背景的人 有社團背景的人 你動都不敢動人 舉個例子 在元朗試過一旦 但是這個我之前也說過 整條街上有很多有勢力人士 看那些餐廳 那些桌子都擺放出來 不抓人 那間兩宮破開的雞鍋 你就去搞別人 這些事情 親身經歷的 有些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是親身經歷的 你究竟搞什麼 你說大不大問題 所以現在我就說 不是太妥 那 何虎就說切辣 就是切了辣 之後 孔棍才說有業界的人 反對 其實切辣 我也說過 你實際上切辣 你政府 能夠收那些 辣稅 是少了一段 那 好了 現在 是不是隨便有聰 可以把樓市捏回 切辣 明早再說 今晚晚了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就是 鄭棍分類員說 引入外露 現在逢長記 撿了只是開始 接著好玩了 其實有很多事情 有些人看不到 我在大概 幾個月前說的 那些人看不到 那些人覺得我亂說的 其實實際上是不是 那你就看看 其實就 你就回去看看 其實 整件事有很多事情 是不妥的 你 沒理由是這樣的 就是舉個例子 紅山半島 我舉了一個例子 說不說不說 說開又說 紅山半島那裡 你就這樣釘去契 但是 你照樣給那個 新公職的姓查的人 其實你們做什麼 就是這樣做 接著 在駱駝七那裡 就說違法就是違法 違契就是違契 犯法就是犯法 很明顯地 你是針對 無權無勢的人 你這樣選擇性執法 其實人們看到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也不是錯的 其實 正好就說了印尼 印尼已經說了很久了 已經說了 Line King88說 執法人員 拿著雞毛蕩領戰 全無同理心 其實也是 周蕭就說 碎和街 街市 白街在街上 擺 地停車位 食環署在旁邊 沒有離 就是這樣 其實很多事情 老實實 有些事情 我也覺得 不妥才會出聲 如果 可以 隻眼開隻眼閉 我這個人 很多時候都是隻眼開隻眼閉 的 就是你要逼得 那些隻眼開隻眼閉 的人都要出聲 其實有些事情 根本是多嚴重 好了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次真是說拜拜 明早神網第一線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 高 명 正式 坐雷 什麽 就ถ動 之害 發生 一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